對,因為我之前住的淡水那邊的房子 就是廚房風水真的被老師陷害得不及 所以我在找這個房子的時候 一進來我就趕快跑來廚房看 就是有沒有灶後… 灶後有門 或是水槽有沒有離灶太近 要不然就是有沒有開門建造 什麼之類的 所以都有陣陣挑選 對 所以應該沒有失望吧 不得了 因為不是說廚房是甚麼 廚房是女人的財庫 對 它的冰箱並沒有針對到後陽台的門 冰箱代表財庫比較不會亂破產 第二個,之前的房子 爐灶跟水槽是合在一起的 叫水火蔥 對 也是會引起口舌是非政治爭吵 第三,很多人的爐灶的背後 既然會有門 他也趕快避免有門的問題 他真的是我們風水的 一個非常執著的信仰者 除此之外,廚房是方方正正的 也沒有所謂的畸形房的問題 還有傳統中南部的老朋友 可能廚房會帶一個廁所 叫造廁所 造廁所也沒有 基本上我覺得他這個房… 90分 90分已經到達極致了 很可能 哇,那你真的會耶 原來他有這個棉料 你真的很成功耶 所以如果是廚房不好 就是… 這個火氣也會很大嗎 當然喔 因為我之前… 台灣的燙箱我告訴你 我之前真的就有一次去銀行 銀行 然後就是遇到一個阿姨 然後她就是一直刁難 那個銀行的行員 然後我就是… 我那時候還先戴 我的藍牙耳機 我想說不關我的事 我要好好辦我的事情就好了 對,然後可是因為那個阿姨 真的一直很生氣 然後一直罵銀行的人 我就轉過去看她一下 然後阿姨就說 你看怎麼看… 然後我就說 阿…你有點太吵 你影響到其他客人了 我還先好好跟她講 然後她就還是很大聲很生氣 然後我就衝過去揍她 你揍揍她 我還說你叫警察… 然後我還… 三秒之後想說 不行,我會上新聞,算了 你揍她是怎樣揍啊 我就揍她的臉 然後她就流鼻血 然後我那時候這樣… 我當下我也嚇到 我想說我怎麼會失去理智這樣 對 真的太氣了,真的 就明明不關我的事 可是我就覺得 大家都是出來工作的 不應該刁難服務業的 這件事情追溯其實是15年 在追溯期間 剪掉… 那個阿姨是我乾媽 趕快剪掉 沒有…應該後來就和解了 後來就沒事了 不打不相識 我要變成好朋友了 對… 但就是真的 大家要對服務業的人好一點 大家出來工作都很辛苦 我沒有想到她看起來 美美甜美甜美的 結果這麼暴力 完全是一種… 不是…就是那種 霞與性質 對,拔刀相助的感覺 她是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 很想要就是忍不住 這是在上一個家發生的 對… 上一個家發生的 所以你看選到一個好處 差度很少 最近發生的社會事件 是銀行行員少給她錢 或者叫她來繳回來 那你會打銀行員嗎 我不敢… 你… 你還要錢 我打到你都學 我都不怪這些 在銀行亂發脾氣的人 但我覺得你有錢去銀行 你應該要開心才對得到 對,真的 不是 而且現在銀行… 我們是去銀行還款 對… 反正銀行員就是不管是行員 還是去的人都要互相尊重 對… 搞不好她是繳稅了 因為繳稅 要很歡喜的繳 能夠賺更多 所以如果不要遇到人類的話 好像用App繳更方便 沒錯… 好重 應該省去一些煩惱 是 所以我就要提醒大家 因為五月嘛 大家過完母親節 其實都會覺得說 要有點沉重 因為就到了繳稅的際線 勞犯所得稅要報各種稅 還有房屋稅也不要忘記 因為我之前就太忙了 然後房屋稅就是這樣子拖著 拉著然後就忘了繳 結果後來就被通知要繳吃納金 是不是漏財 真的覺得很氣 但好啦 雖然想說自己有房子 該繳稅也是應該要開心 我也好想繳 像我這種生活白癡有沒有 快些錢給快些錢幫你處理 是 OK啊 所以我今天就來提醒一下 大家繳稅的事情 好 因為我現在有多元管道輕鬆講 讓大家用智慧便利的 依陸的方法就可以來繳稅了 先講就是依化新招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真的不要覺得很麻煩 你基本上下載一個行動支付的APP 就可以直接繳稅 你掃描了QR Code之後 你就會發現繳稅真的非常的簡單 這也不用那麼麻煩 但沒有關係 如果你想要就是親自去繳 你覺得比較安心的話 你一樣是有多元的繳納的管道 像是你可以用信用卡刷垮的方式 而且現在很多都還可以分期 還有晶片金融卡也都可以 ATM轉帳 便利商店只要三萬元以下 都可以直接繳 然後再來金融機構 還有長期約定的這些帳戶 都可以直接轉帳 然後活期儲蓄的存款帳戶來轉帳 這些多元的管道都可以讓你繳稅 然後你稅是我們國民應境的義務 對 千萬不要漏腳了 漏腳如果呢 到時候過了五月三十一號 你會有這個稚納金的問題 對 那是不是就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落財 是的 沒錯 而且你們到銀行 扣到國稅局去 態度要和藍要親切 因為他們也是幫我們做事情的 對 所以要請他跟我開發單位 跟他微笑 因為他讓我化解車禍 沒錯 要花錢小宅 當然這稅還是對不對 要做一點 當然要 當然要 OK 這個更進步的事情 這是我們榮譽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所以就提醒大家 因為三十一號以前 一定要記得腳 是 不像的APP 是 是方便了 但是目前半腳石 已經拿走了兩個對不對 對 更可怕的是在他的床位 跟他的主臥室 把他徹底的給他做一個處理 好 好 來處理一下 真相只有一個 Follow me 老師 你說房間的半腳石是甚麼 目前來說 除了我之外 我已經想說左右逢源這件事情 我還特地把它放稍微中間 有啦 還是不行嗎 畢竟是業餘嘛 床位 先解釋 床位很重要 是 主臥室 臥 就是睡 睡得好 身體好 體能好 肌心好 那麼工作才也會好 床有床母 門有門神 床上面沒有刀 下面沒有雜物 棉被 芳香 清澈 而且沒有美味 都是對我們手做的臥室 床的風水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再要求臥室的方方真真 代表我們 等天立地上元下方 也是加分 那重點在於說 衛煞也沒有了 行煞也沒有了 床的周遭 附近不要有噪音之外 也沒有所謂的音煞 那麼這個臥室就是我們說的 沒有絆腳式 可是話又出來了 我們很怕床後有窗 或門 那這個門邊或窗邊 都會有風味進來 會造成我們睡眠不足 精神不計 判斷錯誤會有 嚴重的恍神的現象 難怪 因為其實我搬來這邊 我覺得一切都還不錯 可是其實常常我都 早上六七點才睡 就是… 我是起床人的 我也都起床 我老人起床 沒關係… 我也是這樣 沒有 我是真的 年輕人都在日夜店 睡不好… 對 然後就是有時候包裹要寄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客人買褲子 我就寄成衣服 或是他買兩件我就寄一件 這樣很嚴重 我本來會出現這樣子 你為什麼買兩件寄四件 這樣不會 可是還沒有很嚴重 不會… 對 就是很容易公道上面會出錯 對… 而且有時候比較早的通告 我都會很怕睡 就是睡不著 對 然後所以我就都睡不著 所以是因為那個門的關係 當然… 第二個就是說 以床頭為標準 睡下去之後 左手邊叫龍殿 龍殿要可以開闊 要可以走 開闊兩個解釋 是 一個是有窗子 要開闊 一個是有走道更好 叫左右紅圓 這兩個都叫做龍開或龍洞 所以他這張幾乎卡到櫃子了 所以又有這個冷氣丫頭 代表你的男朋友 你跟男朋友的關係是很緊張的 很緊張 我以為是很緊密 我男朋友很緊張的 因為他們原本應該是 直接是窗戶 窗子 對 然後你把那個系統櫃放在那裡 之後就被人擋死了 對 所以你意思說把系統櫃拿掉就好了 不… 把床頭可能移過來 把這個櫃子移過去 其實就 龍洞 虎不壓迫 左右逢圓 我們窗屋門 關個床 剛剛移過來 他就床壓樑了 沒有錯 他是有床頭櫃 都是有床頭櫃 床頭櫃幾乎沒有壓到 我有個問題老師 就是啊 我們現在都說不能龍鞭撞壁 或是不能壓樑 但是其實床是有方位嗎 譬如說有沒有哪一方位特別不難 你問到重點了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方位跟顏色真的可以參考 它不代表是主要的考慮 一個重點 那什麼比較重要 如果擺設 有形就有靈 以形煞 陰煞 衛煞為主 你考慮床 擺這樣寫寫的 是可能床項你要擺嗎 不可能 如果你適合這個床項 腳要向廁所 有可能嗎 不可能 如果你適合床項 派戲很多 如果你適合這樣 像這個床項 腳像穿後友 可能嗎 都不可能 現在都不可能 就把床項放一邊 擺設放中間 好不好 不要再陷入一個床項的迷思了 了解 對 還是要因地質疑 對 對 看現場的狀況 因地質疑 真的 好喔 那你跟男朋友OK嗎 很穩定嗎 就是我發現搬來之後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小事情吵架 雞毛蒜皮的事情 就比如說像我生日的時候 他因為工作太忙 對 直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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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受傷 你沒有提醒他什麼的 就我也很扭 我就覺得不是啊 我生日應該正常要記得吧 我覺得生日不能忘記 飯就是忘記了 不要多煮病 有時候男生一忙起來 就會不小心忘記 不是 記得也就算了 還要一年比一年送的禮物更大 不用 我去哪邊 去哪邊搞這些錢 沒有 沒有 有時候是心意 心意 你要至少那一天 知道說是我生日 然後至少要說生日 你生日快樂吧 那可要 或請他吃個飯 沒有小小的蛋糕也可以啊 當然 你這男朋友 那你後來怎麼辦 你有生氣嗎 沒有 就是因為當天我生日 然後他忘記就算了 他還接工作 然後他還是接了之後才跟我說 那你最簡單啊 就把那天賺的錢給你啊 沒有這件事情 或許不是錢可以解決 對… 所以就吵了一下 就吵架 後來就是他有拿蛋糕出現 對 就原諒他了 好了… 最主要我們說 像由心生 是 口才、身材 然後我們的嘴巴 代表我們的福氣 也代表我們的口福跟宴福 那今天來一個這個 面相小常識 小教室 好不好 可以幫我們看嗎 來看一下 在座的三位 可以稍微做參考 好 人的性格與命運 竟然從唇齒看得出來 在座的三位 可以稍微做參考 好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做嘴角上癢 嘴角上癢 聽起來簡單 非常的不容易 對啊 怎麼可能有人嘴角上癢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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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笑口音 笑臉 有的人 你看他甜 他也覺得夢凶 為什麼會甜 他覺得 我沒什麼好甜 他看到人這樣子 這樣子 人自然的 嘴角向上 代表他什麼 有輪脈 人際關係好 長輩原家 而且帶來別的 很好的一個好兆頭 對 所以你們盡量可以 這樣出來 我會笑蠻好的 我跟你講 這年輕的時候 他不自覺就是喪癢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年紀越大 所以他越下垂 他說我不會 我覺得我已經在笑了 可是我是有時候照鏡 我就說我已經在笑 可是他怎麼還是這樣 然後我就觀察了 一些市場的媽媽們 阿姨姊姊們 我就發現 為什麼你常會覺得說 大家好像看起來心情不好 就是因為他們嘴角是下垂的 是 那為什麼妹妹們看起來心情都好 因為他們嘴角就是 就是一直都是上癢的 是 對 所以這個要有點練習 要刻意地去把他停 要刻意地去把他一直笑上去 對 對對 第二個就是 這個是重點 盡量保持 剛好不可以一直 我嘴角向上 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像我上電視 盡量都向上 對 上次有一個藝人說 你幹嘛在那邊笑得那麼假 我說難得那麼曝光 先幫他夾下去 因為觀眾要看的就是這個假臉 觀眾在看我臭臉嗎 看我哭嗎 看我罵人嗎 真的 是不是 開始 你這樣真的很假 你這樣真的很假 你可以自然 真相只有一個 不要假 第二個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好 純上有豬 也有豬 這個豬也代表 聰明 過人 有智慧 孝順 而且人脈豁達 而且具有異性的魅力 這個豬不得了 非常的加分 那如果說這天生 沒有這個豬的話 用打波尿酸的可以嗎 可以 誰規定 不行 誰規定 不能夠加裝 這樣 是不是 真的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那我牙齒天然掉了 我就不能我補假牙嗎 就讓牙齒天然嗎 那沒有道理 我隨歸定 你笑容快不見了 你嚇壞了嗎 剩下這個 別忘記 好 這個要多一點 這個唇 對 好 其次就是你看 嘴角千萬不要一直向下 他講好的處是 自我期許高 要求很多 可是會形成一個自我自大 女人的距離會越來越遠 所以我剛才忘了 突然就有這樣向下 所以這個絕對不能夠 嘴角向下 嘴角向下 會覺得收視力會下滑 會收視力會嘴角向上 好悲 對 你會看到很多人 說好像很挑剔 對 很多是嫌障的 他沒有嫌 可是嘴角已經開始嫌了 非常可怕 盡可能稍微用口紅的方式 或是用肌肉的方式 或是用垃圾的方式 一定要把它 你知道五爪嗎 什麼爪 你們比較專業 對啊 他也變成像小丑一樣 就是故意畫得有點太誇張 自來 就是技術 對 要技術 OK 再過來就是我們說的 純像這個蛋 蛋哪裡像蛋 血氣幫光附屈 像蛋 像雞蛋的蛋 他以為說 他以為純形像蛋 純色 他就說純色 純蛋 是不對 純色偏蛋 你想說純什麼蛋 你幹嘛過什麼端午節 在地蛋 所以純色偏蛋的 一 血氣過衰 二 身體 有 慢性疾病 也可能會受孕困難 也包括暗藏一些莫名的慢性疾病 這個都要做調養 中藥 或者之類的 我覺得我最近是這樣的 純色跟純形其實都會改變 當然會 我覺得我最近的純色就是這樣 那你最近怎麼還好嗎 希望我們關心你這樣嗎 我不知道 董老師每次都只關心女嘉賓 我不許你這麼說 因為真相是有個認識識 好 看完再看完再看完再看 純色偏淡的話 現在很多方法 秀唇啊 對啊 就塗口紅啊 像妹妹 這純色比男人更紅 好漂亮 有些秀唇 很立體… 那如果呢 值得苦中苦 如果像純色有點淡 你現在咬大力一點 把他咬紅 我跟你說的動作 對… 你咬了一下 一直咬… 我看起來滿淡的 你現在把他咬紅這樣可以嗎 我看起來有否比較好看 夠了 不錯,我看你的氣色 好… 這是我們說的 這是甚麼 上後下薄 上後… 嘴唇上後下薄 比較衝動、不理智 學習能力障礙 怎樣 有看電視嗎 你有沒有看風頭有關係嗎 不能斷帶嗎 那不是只有上後 你還要… 爆牙… 腳碎 聽起來 要在這裡 要趕快嗎 要趕快嗎 OK 這就是嘴角 上後下薄的 往好處講是 厚到善良 往不好就農業片 真的嗎 但有這種特性的人 你就不要做太多的承諾 因為你說承諾 有時候心口不依 臉不由衷 或是詞不達意 會形成你破財 在這個重點 大家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三個人嘴唇 我們的個性 有甚麼問題 他的齒相很好 烈烈分明 而且無縫無垢 是很有口福的人 他的唇相 上下後薄得意 是一個重情重贏 但容易感情用事 所以這個可能會在銀行打理 對 有沒有過 上一段就完了 有沒有 這樣有啦 重動 江湖術士啊 我是印證 印證好不好 印證 果跟英 英跟果好不好 那你嘴角像下 喜歡罵江湖術士 要修口德 沒有 他唇相也很好 唇色非常的美 而且他的牙齒粒粒分明 有光澤 剛才講過他也有光澤 為什麼你每次 你喜歡牙齒粒粒粒分明 你那種斜牙齒粒粒 我告訴你 哈囉 有個大小不異 陳詞不異的 那種我跟他當好朋友 就不能跟他做聲音 OK OK 他講話 講話的時候 一句話過來 快讓我崩潰了 就是你要習慣的那種感覺 而且他有時候明明是對他好 他跟別人講說 我害他 我怎樣怎樣 我沒安全感 那那個就要相拜他了 那我算是上唇後 還是下唇後 上 你上下唇都很後 但是你… 但是你的… 你的唇… 你上去有點淘汰的感覺 不是 我在幹嘛簽文 不可能你… 你… 對不起 我錯了 我不應該這樣 但他的唇… 他的唇文… 唇文比較密… 比較明顯 也代表他很多事比較執著 對於… 對於愛情的渴求很強 好準哦 我非常执著 莫名其妙的执著的點 難怪你要去內湖 但他… 你去…你去內湖就好了 我不知道他內湖 他平常是上牙齒不外露 就是有權貴的機會 權貴是什麼意思 就是… 富看肉全長全看骨 富看肉全看骨 他的齒相不外露 通常是比較能夠替人保密的 你跟他講的心事他比較不會講 像我們這種牙齒有沒有 跟他講可能電影就傳全不出來 可能電台就知道了 恐怖電台的歌 這倒是…我藏很多秘密 所以你們如果有秘密都可以跟我說 對 因為你看起來就是很… 他藏太多自己被憂鬱症 要去內湖裡 扛太多了 下一位… 他比較寬… 女生來說他比較寬 他下長比較厚的 寬…不許你講大嘴 要對自己有沒有禮貌 這樣寬嘴 沒有… 嘴大吃四方 嘴大吃四方 而且他吃來不容易胖 真好 而且他的牙齒真的應該有32顆左右 誰不是 我們28顆不是很好 我們正常28顆 因為我都沒有拔 怎樣 32顆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沒有腎 他牙齒也是屬於… 你們這樣牙齒都非常漂亮 沒有太多的缺陷 但唇形也很好 他是屬於上薄下厚的 對 所以你不要跟他談生意 你談到生意 他就開始立立分明 我告訴你 立立分明 就是… 就是他… 他上薄下厚的話 冷靜理智 判斷非常清晰 你交朋友可以 可是… 老師… 來診所打針 該付掉付 對 對 沒跟你收錢 你會不好意思來 對啊 而且很冷的說 好好處理一下 對 就是他做事有原則 做事就是一個很乾淨俐落的人 所以大家應該要保持微笑 常常保持微笑 就不會重點 那因為你保持微笑 你講出來的話 還是好聽的話 是 你都是幫助別人的話 是正能量的話 是 這個都是可以改變自己的 而且唯口出好 形容 講好事能稱好事 也能帶來戰爭 我們只能講 很多很多鼓勵別人好的事情 對 來幫自己提升 沒錯 比如說你幫別人挑撥 對 假設挑撥他們倆 他們倆感情惡化了 對 這個頁是你要擔的 對 我講他們幹嘛擔 對 這是我的邏輯學 沒錯 所以這個 容易從口出 我們真的要常常去存好心講好話 對 那最後看嘴唇 當然是調整自己 當然 那我覺得今天最重要的是 看到銀衛一直不斷的努力 他這樣子搬來搬去 然後一直 不管是主業、副業 他都那麼認真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好好支持他 給他加油 對 開拍手 對 媽媽也會替你很開心 對 像我今天搬來這邊之後 就自己研發自己品牌的洗髮精 等一下再送各位 什麼牌子 等一下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牌子 拒絕心碎蓬鬆洗髮精 拒絕心碎 甚麼鼓歌… 就是… 拒絕心碎蓬鬆洗髮精 真的很棒 你看自己要有創業 有自己的名牌 是 繼續加油,好嗎 好 炎燻繼續發光發熱 但敷衍也做了瞎瞎跳 你好… 你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